所以我要在这里 很好玩 静言 柯文哲委任端木正会计师 关键合约曝光 燃五大业务社囚员兼裁判 酿帝酿货 你看看 完成指定的政治现金账户全部工作 要完成 可是完成也必须要 你竞选总部配合 竞选总部不配合 我怎么完成呢 这第一个 所以要将银行收支 往来明细发票单据传票等等资料 每一段时间就收集成策 再交给委任的会计师 端木正记账并查核 所以柯營在这里是 要先经过竞总的财务人员 所以换句话 竞总财务人员怎么会是李文娟 李文娟是木可公私的 他负责人 这问题再来了 最重要的是 大家看看 李文中是竞选办公室的财务长 他交办任务给李文娟 所以从大妈老司机 可以看得出来 李文娟木可公私负责人 在竞选总部收政治现金 对不对 这是大妈老司机讲的 政治现金 木可公司在收的 那木可公司负责人是李文娟 而竞办的财务长是李文中 显然是李文中交办 那为什么李文中没事 他150万交保 然后呢 接下来 何爱婷50万交保 端木正100万交保 接下来最重要端木正做不来 因为太忙了 六大乡的收支单据总共20万笔 所以呢 他找陈伟轩来帮忙key进去 陈伟轩事后报酬2万块 做到要死 做整个月 20笔账的登录拿2万 结果他们尤其 还有一个叫做陈志汉 这个陈志汉 一个月是20几万 比部长薪水还高 难怪他无保请回 所以啊 诶 政言 我把这个关系讲完了以后 你有没有发现 面角在那里 为什么李文中没事 这正所谓是这个 木可你不可 柯文哲找了端木正 去搞了这一出混乱的仗 简称混账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 就是说从柯文哲帮陈佩奇 拍照这件事情讲起 其实柯文哲就是用心良苦 大家别忘记去年选前的时候 柯文哲不是一直在那边 拿民调出来讲吗 讲说什么 选后我们把这个选前 最后一个月的所有民调拿出来 选后来我们就知道 到时候是谁没穿裤子 结果他被大家一路笑嘛 笑什么 笑他连内裤都飞了 所以他必须要刻意去帮陈佩奇 拍一张照 然后还要让大家去发现说 原来他其实内裤还是有穿 裤子还是有穿 这个是第一个 你再说这张是不是 对对就是这张 我说这张 因为陈佩奇在这里 假装我是柯文哲 我在这里拍 结果背影从这里 好像镜子一样在这里出来了 人家一看是这样子 他说是我老公啊 老公帮忙我拍的啊 他当然是有穿衣服啊 但是在家里 如果老公没穿衣服 也不违法吧 当然没有违法 因为陈佩奇生日照 玻璃窗反射出神秘男 网友说阿伯穿内裤 我觉得应该是穿短裤 不是穿内裤 所以说 柯文哲有穿内裤 也有穿裤子 大家不要再说 他没穿裤子了 他的重点可能是这个 但今天不管怎么样 你今天就算有穿裤子好了 现在大家质疑的是 你的账目的问题 民众党这整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细思极空 为什么 他们开记者会 他们一直想要去转移交点 为什么 他一直在那边讲说 这个收据查到了 然后结果漏掉都是什么 几百块几十块 其实讲真的 大家在乎的 不是那个几百块几十块 大家在乎的是 大笔的这一些嘛 第一个是什么 你为什么申报完之后 现在依照这个时序表 今天记者会的时候 黄珊珊也有讲 申报完成之后 4月8号监察院通知你 这个收支 有落差 有状况 然后你们后面 去进行修正 黄珊珊今天的记者会 他是讲说什么 监察院是跟他们讲说 收入的部分出了问题 可是从后面大家看到 4月17号 5月29号 6月29号 他们去动的是什么 多了支出 监察院告诉你说收入有问题 结果你是去动什么 动了支出 这个第一个非常有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 在讲何爱婷 他是什么 兼任科进总的会计 这个部分要修正一下 为什么这样子讲 今天有记者 在记者会上面提问 然后呢 这个陈志涵就有回答说 就是说何爱婷为什么有权限 他到底是木可公司的 还是科进办的人 陈志涵说他是进办的人 所以他应该是兼任 木可公司的职务 所以这个兼任 木可公司职务 他怎么可以兼任 木可公司的 为什么进办的人 可以兼任一个 私人公司的职务 那这个是不是 我们可以去解读说 进总 科进办 等于木可 他实际上 他有相关的 这个掌握的权利 那里面 后面我们看到 有三四千万的收益 几乎都进了这个 所谓的木可公司 为什么想要进去 很简单嘛 大家去查一下 政治现金法嘛 你收了政治现金 你在15日内 就必须要贿入户头 要存入户头 这个都是要依法申报的 都要公开的 那但是呢 在竞选的时候 柯文哲就用了 授权金的方式 先给了木可一笔钱 然后呢 大家要去买东西 也去找木可买 而且很奇怪的是什么 他不接受汇款 他只收现金 一般大家知道 我们去店家消费 有一些店家 现在大部分人 很多人都用行动支付 或者是刷卡 有一些店家 还是希望说 用现金去做支付 为什么 因为讲实话 对他们来说 现金流比较方便 第二个 有一些店家 他没有去开发票 他想要规避 去查账这件事情 那偏偏木可公司 你柯文哲是要选总统的人 你刚刚好就在做 这样子相关的事情 不免让大家会觉得说 里面是不是有什么 奇怪的地方 所以柯文哲的前助理 吴静怡嘛 关键史不是讲 他怀疑有内障 他就讲说 一定有一笔内障 所以从木可公司 在静总 收政治现金 这件事情来讲 显然的 他的怀疑有内障 连我当律师的 都不禁怀疑 还真的有内障 而且木可公司 怎么可以做这些事 就在静办的地方 做这个事 显然的 又好像是党赢事业 这早期敢这样做的 只有国民党 不过现在国民党 也不敢这样做了啦 我相信国民党 现在不敢这样做 但是这样做 最有经验的就是国民党 以前啊 以前啊 所以啊 我相信国民党 现在不敢这样做 柯文哲不是 号称民主出来的 他反国民党 要打垮威权吗 怎么搞半天 他变成这样子呢 所以今天又有一件事出来了 也许 也许 是一个八卦 但是 这个八卦 引起了年轻人的愤怒 因为 柯文哲说 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叫谁出来啊 什么一个集会啊 就原来 看一下 沛琪希望儿子结婚有新家 因为你有个父爸爸 没关系 爸爸买给你 妈妈买给你 陈沛琪招报 看立法院周遭 1.2亿的房子 我真的不客气地讲 1.2亿 我一听了 我头都大了 因为 我也买不起 我当了39年的律师 我也买不起 看个相关报道 军议不值一装 前党员林贯年发文爆料 陈沛琪日前去立法院附近 看1.2亿豪宅 发文算售开咖啡店 还是帮忙找中央党部 而且疑似有中间人牵线 目前我知道 就是柯文哲的金主 带他去看房子 给家人自己用 那现在很多 看起来的账物 又留在这个私人 或是跟柯文哲 有关的公司的口袋 那这个就引起 比较多的联想 儿子到30岁了 他就是想要帮他结婚 有在到处晃晃 看房子是没错 但是去有地 我还也不知道 因为台北市就是 就是那么一区 说是帮儿子找婚房 不过豪宅位置也很巧妙 传出陈沛琪看上的豪宅 就在立法院中心大楼旁 而且目前实价登陆上看 一平116万 但看看柯文哲大选时 财产申报存款2000多万 根据央行规定 超过7000万豪宅 最多只能跟银行贷款四成 还失字被7200万 让立委质疑 钱从哪里来 很难想象一个还在日本念书的柯公子 怎么会有能力来偿还这巨额的贷款 那么就算是柯文哲跟陈沛琪出面帮忙 不要忘了贪污制罪条例里头 还有一个叫做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 假装风波烧不完 六党口喊居住这一 主席夫人看房胜意 在小草心里恐怕不是滋味 你 人家要花1亿2买房子 给他的儿子 你要花2亿4 为什么 你不是两个孩子吗 吓死我 就我私意跟回忆了 我先来看 就说这个林冠年他有爆料 他说这个柯夫人去看1.2亿的豪宅 那有三个目的是开咖啡店 取密党中央跟这个退休开诊所 那今天呢这个陈佩奇跟这个柯文哲都有出来讲 那那个柯文哲就说 哎呀这个看看不行吗 那这个陈佩奇他终于就老实说 他是帮儿子看房子 可是我先讲 林冠年这边有一个爆料 我今天跟他同台 我有特地问他 他说屋主很不爽 这个爆料为什么 今天屋主很不爽 所以呢这个爆料在立法院附近 那我就问林冠年 为什么屋主要不爽 是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他去看房子 人家陈佩奇去看房子屋主干嘛 屋主要卖为什么不爽 对 那冠年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个屋主认为说 哇那现在这个事情爆出来了 那今天很多媒体都去追 追说这个房子是在哪里啊 他们会担心说 以后媒体都去楼下等 然后变成他们这个房子 那个豪宅 人家都是那个有钱人 不想要被媒体打扰安宁嘛 就变成媒体休息站啊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烦 这当然是豪宅 一、两千万必然是豪宅 是是是 这好听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